亲本家人,怀必其中,一念之差,终成大祸 在昆西河万岩岸,玩家可以找到大雪角聚集点 当然,用聚集点来形容这个地方有点不是很合适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活人了 玩家在进入这里是如果和学院没有友好阵营关系 很多装死的合成人会跳起来伏击玩家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躺尸,那我就让你们继续躺着吧 玩家 把合成人都清理干净 咱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这里的地形 地图北面的建筑群在战后 被住在这里的人大幅改造过 是主要的生活和交易地点 大家探索这里时 可以发现商铺、起居室等等设施 西面原来是大学的体育馆 里面还有篮球场地 后来被居民改造为处篮以及配电室 东面原来是学校的办公楼 建筑的一半已经坍塌沉入水里 另一半中建立一个五金杂货店 南面站前是校区银行 战后居民将这个地方设置为避难室 故事就从楼上的终端说起吧 咱们可以先听一下这盘录音 阳光旅行 如果大家聽到 我沒看到任何事在我的記錄 那是你又說你再想了嗎? 不要跟著我 我們知道這位女生找了資料前面的關注資料 然後你會給我們 我真的沒想到什麼資料你覺得我們有 我們只是釀製員和釀製員 我會很高興請問你 拜託,只剩下槍 看,我是一個人道理的 但研製員要這些資料 你給我兩天兩天 然後我們會做這個很困難 天啊, Jacqueline 什麼你兒子做了, Gerald? 她說她是近來找到什麼 在那些舊廠牌她安裝了 但我沒想到她其實找到任何事 混蛋 我聽她說她跟那個商業前面 有些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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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賣了它在《Diamond City》 看,讓我跟她說 看看她有這些資料 Pete 坐下 我們都必須要保持這個 我都必須要保持這個 我都必須要保持這個 現在 我們最終的需要 是開始焦點 顯然 居住在這裡的戰後居民 在廢墟中發現了什麼東西 這引起了學院的注意 大家仔細聽的話 錄音中其中一個角色 可是老兵棍救箱石 克羅格 害得老兵棍 妻離子散的學院狗腿子 在這裡幹什麼 這些合成人 為什麼要佔據這個地方 終端集中 提到的人物的最終命運是什麼 為了解答這幾個問題 咱們現在來完整的梳理一下 這裡發生的故事吧 戰後 一家家廢土居民 陸續移居到了 這個廢棄的大學士師 俗話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設立交易點 種裝甲打魚 這些營生也足夠大家 不上普通的生活了 誰也想不到 平凡的日子 只因一個技術宅少女的 考古發現而迎來終結 鎮上的五金商的女兒 杰克林是一個 頗有天分的技術宅 她無師自通 不僅重新恢復了居民點內 原來大學內部的通信網絡 讓大家可以互相 從終端機上發消息 還時不時的 從廢墟中挖掘出一些 廢銅爛鐵 倒過一彎 就可以作為商品出售 她身手也不錯 可以偷偷摸過 泥沼蟹的領地 不被察覺 某天 杰克林找到了一台終端機 上面提到了 這個大學 站前在進行某種 能源項目的研究 能源 聽起來很高大上了 不得不說 這個女孩心是真的大 她並沒有對自己的發現 多加保密 而是興奮地想 要是能把這份資料 轉手賣出去 那不就發了嗎 於是 也許是單純的年少星星 也許是想給自己的親朋一個驚喜 杰克林悄悄地和一個 來到這個居民點交易的廢堵型商 搭上了下 讓對方去打探一下行情 然而這個行為引來了一個 廢堵上最不受歡迎的買家 學院組織 這裡我可以給大家再介紹一個情報 學院對於廢堵的掌控 不止於高端的合成生物滲透 如果大家去SRB部門的終端機裡探查一番 就可以發現 學院實際上會收買廢堵型商 作為自己的情報來源 而被收買的行商是誰 這個人大家肯定有印象 為什麼學院會對這個情報感興趣呢 已經通關的朋友肯定記得 學院正義任務的關鍵點 就在於學院在進行能源研究的時候 陷入了瓶頸 而這件研究關乎整個學院的未來 急需技術突破 不論真假 學院都要來看看 所以學院派來了當時自己的得力手下 克羅格 這就得提到我們開頭 聽過的那卷錄音帶了 面對這位凶神惡事的學院代表的盤問 居民點市長顯得驚慌而困惑 自己這個小地方 為啥會招來 學院這尊大神的光顧呢 好不容易暫時送走了瓶神 市長火速召開居民會議 把學院的到來和訴求 說給大家聽 這下居民可炸鍋了 要知道夜魔人的名號可是讓人聞風喪膽 在恐慌中 有的居民要求直接把父女倆交出去完了 有的則覺得還是把事情弄清楚再說 而女孩的父親呢 下來弄了他直接和提議 把自己的寶貝女兒交出去的居民動了手 之後他火速回到住所 盤問女兒到底是怎麼回事 已經痛失愛妻的他不能再失去自己的女兒了 而捷克林面對父親的盤問也是硬敢在問號 八字每一撇的事情怎麼還把學院給招來了 知曉事情嚴重性的女孩立馬開始刨根究底的 想方是往到處找那份研究資料 他天真的想 只要把這份資料交給學院 事情不就迎人而解了嗎 好的 首先我只是… 我想說我抱歉父親 我知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大事 而想知道我會看什麼 傻瓜會賺錢如果我找到它 我沒想到 我没有想到这个Institut会在任何这些 现在整个城市是在危险 我知道你告诉我不是在焦点 但我只知道这个城市会选择咱们,或者比较 我不是骗时我说我没有资料 在这些什么 Mr.Owens和他的传媒们认为 因此我必须回来 我知道那些键是在那里 我只需要把这些细节放在一起 它是什么跟那个Professor 如果我能找到它 可能我能给他们的研究所想 然后他们就会离开我们 好消息是 三天后 他终于突破重重险阻 找到了那份所谓的能源研究的真相 坏消息是 克罗格与合成人大军也杀到此地 他们这次可没耐心继续盘问 这个小镇的结局是一场冰冷的屠杀 我们可以在建筑的上部找到疑似杰克林的遗骸 如果这具遗骸的确是它 那事情也过了很多年了 学院至今还把自己的爪牙留在这里 这说明学院现在对于此地 到底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毫无头绪 只能留下一只地面力量来封锁现场 一方面继续搜寻目标 另一方面消灭任何进入这里的潜在威胁 那么如果咱没有清净这个地方 又会有多少无辜之人命丧于此 为这个小镇带来灭门之祸的资料到底是什么 从这台终端我们可以慢慢挖掘出隐藏的故事线来 战前这个学校校长为了大笔的研究资金 大笔一挥聘请了一位教授 还给他终身教职的资格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个教授私底下接了军队订单 挑选了学校里一对颇有权力的研究生 为军队服务 心思细腻的教授甚至预感到大乱将至 给位于校园银行地下的研究室里 储备了大量的物资 核战到来后 这个教授和其他研究管理人员 都没能进入到地下基地中 但那对研究员最终还是把研究完成了 而所谓的和能源有关的研究结果 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能源武器而已 这项技术对于当时的学员来说 一文不值 当初我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气脉后 不禁开始想 到底是谁的一念之差导致了这一切呢 是一位过分好奇的少女吗 是居民之间互相的不信任吗 还是一位过度保护自己女儿的父亲呢 都不是 喜欢在废墟里挑挑拣拣 找些战前技术练手 这就是一个技术宅的好奇心而已 本分居民想要平平安顿过日子 不想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这也不能被称之为是一种错误 而一位已经痛失爱气的父亲 不想看到自己唯一的女儿受到伤害 又何罪之有 玩家自己亲手把这个地方里三层外三层的翻一遍 这里的居民真的就是些本分平民 甚至都没有参与过何成人叛逃的行动 种几块薄田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划一艘渔船 补些便衣的水产 日子果然辛苦 可以过得去 而一切的一切 在学院默讯的指控与搜捕下都破灭了 没错 这就是我思考之后的结果 仔细想想 这不就是学院一贯的作风吗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自己要发展技术 重新定义人类来掩饰过去 为此 他们可以从手无寸铁的居民手中 抢过一个婴儿 可以绑架无辜平民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实验 可以让自己找牙 把恐惧带给联邦土地上了生活着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当年发生在大雪角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故事做何感想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节目见